不知不觉当中,本赛季中潮联赛已经接近尾声,在联赛只剩下最后六场的情况下,争冠以及保级形势已经逐渐明朗了起来, 而随着赛季末的临近,关于一些球员的转会传闻也开始不静而走,这其中,最让球迷们关注,都无疑还是一些外员的转会,毕竟每个赛季结束的时候,都会有一些外员离开,随后又会有一些外员加盟,而在本赛季结束的时候,我们可以预见的是,必定会有一些外员选择离开, 其实此前已经有媒体,不住山东路能外员配来,有可能会回归一甲,除此之外,根据阿根廷媒体Export的消息称,效力于河北华夏幸福的阿根廷外员马斯切拉诺,也将会在赛季结束之后离开中昌,回归河床,马斯切拉诺出的鱼河床,此后他辗转前往欧洲踢球,并且存在利物普和巴萨两家,欧洲豪门俱乐部效力, 为了能够保持状态参加俄罗斯世界杯,今年年初,马斯切拉诺从巴萨转回加盟,到了河北华夏幸福 本赛季,马斯切拉诺被华夏幸福,在联赛当中出场21场,贡献了一次助攻,作为防守型后妖,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,比较不错的承担起了球队的防守任务,但是在进攻端给予球队的支持并不算多, 按照合同来看的话,马斯切拉诺和华夏幸福,还有一个赛季的合同,但是根据Export的消息称,今年12月份,马斯切拉诺可以提出与华夏幸福提前解约,而为了能够回归河床的话,他可能会选择这么做, 因为河床老板已经和马斯切拉诺进行过多次会谈,希望能够舒服他在明年年初回归,需要指出的是,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,马斯切拉诺曾表示离开巴巴没有直接回归河床,是因为不希望河床被他支付转会费, 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,马斯切拉诺在华夏幸福的年薪,达到了1000万欧元,这也意味着,在中超效率一个赛季,他赚到了8000万元米币,而在和华夏幸福解约之后,他将会免费回归河床,而随着马斯切拉诺的离队, 这也意味着华夏幸福,有可能在东窗迎来外援大戏牌。